慢慢慢慢了解到 對高雄要好一點 因為韓國瑜市場是韓大砲 你不要卡我 你一卡我你就卡高雄 你不是卡我韓國瑜啊 卡我就是卡高雄 韓國瑜自稱韓大砲 呼籲民進黨只要卡韓 勢必反擊 但外界認為韓國瑜過度樂觀 要先救台灣才能救高雄 他們還在暗中想在算盡你 對付你 然後想辦法讓你出包 然後你還天真的以為 你可以想辦法去做好這四年 我不知道你為什麼 會這麼天真的想法 還是你受到哪一方面的壓力 從之前的前瞻被擋 到要發展高雄自經區綠營不准 地方首長想要建設 還得看中央臉面 難怪各界認為破解唯一辦法 就是韓國瑜入主中央 你地方首長 你拼二十四小時不睡覺 你有沒有辦法幫你拼高雄港 能夠超越其他的港口 這個一定要中央 取大意 你要捨小意 民進黨現在卯足全力 要卡住你 所以在這個時候 你只能夠做一件事 我們把它稱之為勇者無懼 連著民進黨心態直言 韓國瑜不先救全國 怎麼救高雄 當選總統更能謀取地方福祉 而這個道理也讓高雄市民 表態割愛 我直接問說 那我們如果韓市長選總統 你覺得怎麼樣 他說可以啊 讓他去選 之前問都不是這種狀況 大家還會稍微保留一下 覺得就是說市長才剛選上而已 應該要多留在高雄市 但是最近的氛圍變得不一樣了 民進黨狂打韓國瑜 賣個農特產 就被扣上賣台帽子 韓國瑜想兌現高雄市民承諾 但名嘴呼籲別太天真 綠營只會繼續追殺 建設無法施展 韓國瑜要如何讓台灣安全 人民有錢 這也將他民謀來於台報道